道歉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幹嘛要搞成這樣 今天都是PTT上的 問卦的一個題目 但他的反應超級超級踴躍 所以這個亮哥你看 林志堅本來就是你知道 年輕又帥 他的選票年輕的這部分很漂亮 現在是不是徹底 讓這些年輕的部分 我是覺得真的很傷 尤其是台大校長改選 如果像巧欣剛剛講的是對的話 沒有辦法提前來運作 大概9月初 報告就出來了 9月初之後 你剛好要成立總部 那就一堆人拿著板子 來寫一個抄襲市長 看你怎麼選 他就說是抹黑 不可能 台大是抹黑嗎 你只要尊重台大的 一個調查報告 這重點就在於台大 會不會被摸頭做掉 現在就已經不是抹黑 因為台大今天 已經回復我的信件 他說已經通過了就是初步 意思是說如果你是亂來的 你亂檢舉的他也不會受理 他已經基本的 就是審查通過 然後說現在要進入到 正式受理的階段 大法官已經受理了 已經受理了 我已經收到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圖片 我已經收到這個圖 檢舉信之後 台大是幾天之後回復的 他是今天下午的時候傳給我 他說 本校已通過刑事要件審查 確認受理本案 也就是說 巧欣你提供什麼資料給他 我就是提供了林志堅的論文銀本 然後還有余正煌的論文銀本 還有兩個人相同的部分的整理 提供給這個台大 然後他們的教務處已經回信給我 那所以說林志堅 他不能再說我們是抹黑了 你跟黃陽明都有檢舉嗎 都有 其實很多包括台大的校友 還有學生 很多人都有去檢舉 好像楊子斗那邊也有檢舉 所以確認受理就成案了嗎 對 成案了 那所以他不能說這是抹黑 因為代表說我們的質疑是有其道理 然後台大接受這樣子的質疑的道理 他們要進去 再做進一步的確認跟審查 受理就表示說 他初步的審了一下對不對 對 初步的看了一下 確實有這個疑慮 那如果我今天是抹黑的 台大連受理他都不會受理 他就直接會回覆我們說 就是你胡扯 我們沒有要受理這個案子 現在已經受理了 所以兩個月內 結果一定會出來 所以你想一想 如果在9月2號之後 確定登記對不對 你登記之後 然後這個台大樓調查報告公布 然後確證你是抄襲 那會不會公布確認沒事呢 確認沒事 事實上你那個 蘇宏達院長公布那個審查委員 大概大家心裡就有個底了 因為那個審查委員 我認為媒體一定會把名單挖出來 大家就知道這些人大概是什麼樣的公信力 我認為台大如果要因為這種 這麼小的事 才一個桃園市長 你就要賠上你的聲譽 你搞不好變成國際笑話 是 我就想問兩個 因為說實話 賠上一個林志堅大家覺得還好 但是賠上台大 我相信全台灣人不會 台大已經調到100多名 是啊 林志堅這個事情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對台大 我認為蘇宏達院長不可能 讓這個事發生 但重點是他保不保得住自己 不是 所以前提又回到 巧欣剛剛講那一段 校長會不會提前改選 如果管中民 如果他還在位 然後容許台大不照標準來搞 我看他也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所以現在保住管中民 是最重要的嗎 如果 現在重點就在於有沒有人要硬搞 校長提前改選 他們如果按照時程 正規的步調去走的話 那原則上9月初答案就要出來 而且你也不應該提前的 去把零選的人選出來 因為他們的工作小組的報告 是有上網公開的 是10月才會選出校長 那這所謂的 如果這樣我坦白說 那綠營真的要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你今年把選舉 都堵在兩個人的運氣上面 第一個是林志堅過關 第二個是陳時中 沒有碰到新的疫情 我從來沒有看過 有人這樣賭選舉的 因為這兩個都有可能發生 8 9 10月你認為 一定沒有新的疫情 然後林志堅一定沒有抄襲 我這樣賭太 我覺得風險太高了 但這兩個都是蔡總統拍板定案 他太有自信了 我覺得也是在看大家的反應 如果那個辯姊妹那種街訪 他多聽幾個他也會怕 不會 叫鄭寶貞要準備 搞不好你就 你備胎就要上陣了 是 我的意思說 辮姊妹剛剛訪問那些人 事實上看起來就是 不太有藍綠色彩的 對 你年輕人 他們都有感覺 對 那就相對剝奪感很強 而且我跟你講桃園 桃園事實上沒有那麼綠 桃園真的沒有那麼綠 而且他辮姊妹訪問這些人 就是過去林志堅 蔡英文的支持者很明顯 他們的操作這東西太簡單了 台大有一個傳統 這傳統就在附中21響 對不對 你想要在復原門口 把這兩篇論文擺在這裡 讓大家來對 對不對 你如果贊同他有抄襲的 簽個字或怎麼樣 把他哭手一下 大家來看 台大完全沒辦法去招架 很多的動作 這個案子最可恥的在哪裡 在陳明通第一天就定調了 是余振皇抄林志堅的 現在余振皇跑去躲起來 余振皇你如果在看我們節目 我建議你趕快發一個 不自殺證明 你看過去兩顆子彈以後 有個人就突然死了 在台南的印河 全身纏著以往 那最後就是說就是他幹的 阿扁也當選 我覺得余振皇這麼多天 吊雜期不是要摘奸花壺嗎 你怎麼容許自己的調查員 躲起來不敢講話 因為調查機的上市 國安局長已經定調了 你是抄襲者 抄襲者更應該抓出來 一個調查員 有一個膽子去抄市長的論文 是他更應該抓出來 把你的調查員的官職 把你撤銷 你既然對不對 這個我補充一下 因為朱凱翔 已經推論出這個劇要怎麼演 他說到了結果快要公佈之前 那就突然之間 余振皇接受綠媒專訪 那叫做不露臉專訪 或者是報紙的專訪 然後就懺悔他的不對這樣 講他的心路歷程 這朱凱翔講 心路歷程對不對 就自己想便衣行事 自己偷懶 這一次選舉選完了 余振皇就調新竹 調查站的主任 是不是 對 我覺得大致 因為第一個也時間順序來講 余振皇是比較早的 所以我講一下 第二個 我覺得要一直在講 今天所有人都在問 一個調查員敢去抄市長的論文 我跟你講 這兩份論文裡面 他們被抄的部分 有一個差異點 就是余振皇他的論文裡面 他引用的部分後面會誇號 然後寫說他引用字誰 然後年份是什麼 昨天我沒有給大家看過 這些到了林智堅的論文的時候 他又把人家獨立掉 他就拿掉了 所以你從 老師不是笨蛋 台大的老師怎麼會是笨蛋 從這種蛛絲馬跡 就可以判定誰抄誰了 不是 但是這個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你看余振皇有多麼認真 他抄人家抄到不懂的地方 他要去查出處你知道嗎 那他這樣的話很麻煩 那他每一句都要去查一次 對不對 一定是他先讀到了某一些紙 然後上面他要引用 所以他把他騰到他的論文上的時候 後面會寫誇虎 那因為林智堅會覺得說 這樣的話他抄太多東西會很明顯 所以他要刪掉哪邊他也不知道 只好把那些人的名字都刪掉 然後假裝是他自己的 所以就算沒有余振皇的論文去做比對 我們單純把林智堅的論文 送去倫理文會審查 他光是那些地方後面沒有引述 就是抄襲 抄襲沒有說在論什麼30% 40% 才算抄襲的啦 你一個段落有抄 那就是抄襲 那個什麼30% 20% 那只是給你一個參考 因為很多人他可能漏掉了 所以你跑的時候他跑出來 你有30% 那你就回去檢查 檢查 檢查 看你哪邊是有漏掉引述了 你再去檢查一次你的論文 是這樣用的 可是真的要做倫理審查的時候 你一段式抄襲 不用一頁 一段式抄襲 沒有引述 就是抄襲 要亂說英文的話五個單次 那你看他是滿滿的 而且好多頁 他是一整頁的複製貼箱 這真的是不可思議 因為他是一彎兩瞪眼的 這個根本就沒得說 對 變無可變 一彎兩瞪眼 因為連標點錯誤都一樣 那是已經沒話講 他是形勢對比 可是現在最困難的就是 因為他是小英男孩 小英也要保他 所以利盈的人 第一個跳出來陳明通 所以董哥最不可思議的就是 當然蔡英文自己也有論文問題 所以你知道江心比心 很體諒 但是你覺得蔡英文第一時間 這麼快的 我不知道蔡英文 有沒有看過林志堅的論文 一定沒有 他只要看媒體報導就知道了 所以他是不是做了一個 錯誤的判斷 因為很多人覺得他這樣 變不聰明 我今天有一個深綠的朋友 就跟我說 這個怎麼不換人 我跟他說 媽媽怎麼可能換媽寶 是嗎 他喜歡他 但他現在把林志堅推出去 不是也不好 我說媽媽如果疼愛小孩的話 你就讓林志堅去背凌遲 不是林志堅自己選擇的 而且他認為他會好得多 那就是媽媽疼愛他 是嘛 所以亮哥你覺得蔡英文 應該是沒有看過林志堅跟 比對嗎 沒有 我認為不可能 他如果看了他可能不會這樣講 蔡英文可能根本沒有看過 因為很多人覺得總統第一時間 表態不太聰明 是不是他那麼快跳出來 表態幹嘛 我覺得就是要統一黨內的調子 叫大家不要批評他 他事實上真的沒有聲音 在批評林志堅 所有人 無論公職 但是挺他的感覺上也不多 就是大家不願意公開 因為你看高家瑜 高家瑜說什麼你知道嗎 高家瑜說這表示林志堅 八年做得很好 所以大家只能談這種議題 對 當然沒有人敢說 說他的論文不是抄襲 他也不去談這個論文本身 他繞開了 他說表示他私政做得很好 幾乎沒有人敢真的上車 對 這就是很有意思 我說在今天你看 大家談安倍的部分 所有人都出來 但是林志堅小英男孩 蔡英文都已經下了軍令狀了 但是出來挺他的就沒有 因為你不用寫過論文 才能判斷他是不是抄襲 在台灣你只要有視字 跟閱讀的能力 你就會知道抄襲了 就像你是一個媽媽 你的小學國小生 她有沒有超隔壁同學的作業 兩份拿出來換看 你會看不懂嗎 不會嘛 台灣整體的教育品質是很好的 不需要寫過論文 也可以判斷他有沒有抄襲 小學生都能夠判斷 對嘛 沒有人敢上這台車 所以你看連這個深綠都看不下去 潘建制就承認自己是綠的 他說他把這個很科學 放到這個系統裡面 兩個系統拿去比對 相似度都這麼高 所以他做了一個結論 叫做林志堅 懶到人神共憤 這就證明了 以前小時候書念不好 沒有關係 你長大再把它念好 這叫做勵志故事 但是如果說你小時候抄 一直抄抄到當了市長還在抄 那就叫做什麼 抄前部署 哈哈哈哈 他一定是覺得他要往上層 才會想拿台大的學問 他覺得一路可以抄 抄到高層 我覺得一定是中華大學得逞 所以使得他覺得 他覺得可以如法炮製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污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